晚上10点中国女兰核心主力霸气回应 球迷震惊 他终于等到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石说熊 测到中国女兰呢 球员们都知道李梦 他也是目前中国女兰中实力最强的 前不久的女兰世界杯 以及女兰亚洲杯 李梦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是中国女兰赢球的功臣 李梦身高达到1米82 五官精致有形 皮肤白皙真的很美 很多球迷把李梦当成了梦中情人 也被很多球迷认为中国女兰的颜值担当 同时李梦的商业价值也是非常的巨大 手握众多的代言 很多球迷都认为 李梦这么好的姑娘 应该拥有更加美好的爱情和婚姻 但是让很多球迷想不到的是 李梦被爆出知三当三 李梦在球迷的心中形象大损 同时一些赞助商终了和李梦的代言 再加上张龙前妻 在社交媒体不断爆出有关李梦张龙的丑闻 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热议 但是爱情这个东西谁又能说清楚呢 现如今李梦和张龙领证已经是合法夫妻的 最近李梦在社交媒体回复网友的时候 霸气官宣首次回应了张龙抚养费的事情 李梦表示张龙每月都会按时支付抚养费 对张龙前妻来说 拿到抚养费以及婚前承诺的东西 相信张龙前妻也无话可说了 只要张龙按时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相信张龙前妻也不会在网上爆料所谓的丑闻了 对李梦来说也可以安心打球了 毕竟接下来还有杭州亚运会 在我们家门口举办的盛会 中国女兰这边也是非常的重视 一脸不夸张的说 现在如今中国女兰在亚洲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 即使日本女兰规划了黑人球员 短时间内想超越中国女兰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因为我们有内线双塔李月竹 韩旭外线有超级风险李梦还有张龙 后卫还有李源等人 日本女兰想要夺冠 真的是不可能 接下来杭州亚运会中国女兰两大王牌回归 日本人可以说更加的绝望 不出意外杭州亚运会的金牌 还会被中国女兰积居夺得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